- 荒野亂來戶 嗨 各位 這部影片要來一起看一下這次荒野亂鬥新的更新 這次新的通行鎮主題叫做荒野亂來戶 那跟著一起推出的新角色叫做蘿拉 官方給的角色的人設定是一個很自戀的電影明星 那畫面上可以看到 蘿拉的血量還蠻高的 有5600點的生命 攻擊方式則是跟麥克斯有一點雷頭 是往前射出扇形面積的子彈 每一發子彈的傷害大約是392滴 不過或許的畫面可以看到蘿拉打出來的傷害是509滴 這個傷害大概是跟能力之心有關 就是蘿拉的最後一個彈甲可以造成比較多的傷害 蘿拉的一個攻擊大概是可以射出6發子彈出來 撇開增傷的部分啊 攻擊權重的情況 大約可以造成2300多點的傷害 如果增傷也算上去的話 大約就是造成3350點的傷害 在很久之前啊 麥克斯有一個版本 是傷害高到不行的版本 所以可以從這一點去推斷 蘿拉在這個版本新增出來之後 可能會是一隻很強勢的角色 蘿拉大招的部分是創造一個分身出來 他會隨著蘿拉同步移動和攻擊 那分身所造成的傷害看起來是沒有被跟著降低的 但是血量的部分則是只有本尊的一半而已 蘿拉的大招還蠻特別的喔 畢竟他創造分身的這一個元素 在幻亂鬥裡面算是第一個 如果他的武裝配件給的效果也再特殊一點的話 那蘿拉這隻角色應該會是近期星角裡面 操作性和遊玩性最高的一隻角色了 這邊就對這隻角色先說一個大概喔 比較詳細的部分就等過幾天的角色影片再跟各位介紹了 那這次通行陣的新造型部分則是蘿拉的街頭小胎美和狂牛的B800造型 其他因應這次主題的新造型還有奔騰的百變金剛和烏鴉的亂鬥隊長 還有格爾的魔鬼克星以及霸子的大導演造型 最後是模組重置的部分 這次重置的模組是傑西這隻角色 他整體變得更亮又更Q囉 連他填嘴唇的部分也變得更明顯了 那傑西在這次的更新也有新增一款新造型 叫做喵喵大道 這個造型會在世界賽的時候一起去推出 那這次的世界賽觀賞的方式跟以往是稍微有點不同的喔 官方有去新增一個新的互動方式 然後你可以從這次世界賽去預測比賽的結果 如果預測成功的話可以拿到免費的獎勵 在這些獎勵裡面其中一個就有喵喵大道的這個造型 那我個人是有稍微期待一點這次世界賽的形式的 畢竟他所呈現的方式跟以往好像有那麼一點的不同啦 再來是因應萬聖節的新造型有四個 分別是吉恩的沼澤水怪 斯威克的亂鬥惡靈 使徒的南瓜騎士 和Mr.P的皮古拉伯爵 那在這次的萬聖節官方還有另外推出一個新活動 是跟前陣子的大bug事件有關 就是隱形活動 在這個隱形模式裡面啊 每隔7秒鐘所有的角色就會集體隱形 那隱形的整體時間應該也是7秒鐘 這個隱形活動在每個模式都會去輪流替換 也就是說每個模式你都可以玩到這個活動的意思 最後的部分就是官方很久之前就有在說的戰隊調整的部分 這次戰隊調整的時間啊又再度被延後一個月了 會延到11月 大概就是下一次季中更新的時候才會去重複做一個更新 原先我自己還滿期待的戰隊更新 又被官方他們延後了 整體算下來他們是延後了三個多月左右 所以我是還滿希望11月的季中更新 官方所設計出來的戰隊活動 能夠帶來一些比較不一樣的玩法 那這次的世界賽跟去年一樣 是有新增一個額外獎金池的部分 在目前的花雷亂鬥商店裡面已經有推出了 如果各位有想要支持的話可以去購買一下 這次花雷說出的影片大概就到這邊 不幾天會再來跟各位分享這次平衡性調整和新角色的部分 那我們就過幾天再見 掰掰